Hello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阿貝 今天我們會和大家一起去吳銅寨瀑布 夏日炎炎又想行山郊遊 當然選擇一些涼爽一些有遮蔽的路線 所以今天我會和大家去吳銅寨瀑布 吳銅寨瀑布和去嘉道理農場一樣 可以在大埔或元朗搭64K巴士 今天我又選擇了由泰和站上車 車程大約20分鐘便會到達吳銅寨站 剛剛我們在身後的吳銅寨巴士站下車 我們只要向左邊 車尾方向位置便會見到 吳銅寨和萬德遠的指示牌 我們只要過去那邊 河銅馬路直上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首先是去曼德遠的方向 沿路指示都非常清晰 一路直走 然後只向曼德遠和瀑布方向的路牌走就可以了 現在就等我講一下吳銅寨瀑布的資訊給大家 吳銅寨瀑布是香港最有規模的瀑布群 而且是香港十大自然奇觀之一 吳銅寨瀑布還有四條瀑布 分別就是 記得了 是分別有井底瀑 中瀑 主瀑 和山法瀑 四條瀑布都是由同一條行山小徑連貫起來 所以今天我會四條瀑布都和大家去的 由巴斯洛斯走大約十五至十分鐘 來到身後面的重要分岔位 很明顯看到指示是向右手邊走的 向瀑布的方向 但如果你想去廁所的話 本身上去這邊有個萬德遠有廁所斜的 但我知道疫情期間它不是經常開門 如果你真的很想去廁所的話 大家就可以先向左手邊直走 直走到尾有個公廁的應該 大家就自己選擇 現在我就不去廁所 就直接右手邊 一直走大約多十分鐘 就會見到萬德遠的排方 然後穿過排方 再走前多三至四分鐘 就會正式見到萬德遠了 前面的小閘口 正式進入瀑布山徑的入口位置 但是在出發之前 我要介紹一下我今天這一身裝扮給大家 就是很感謝Blue Place 這個澳洲戶外服裝品牌 送了這一套衣服給我 這件衣服是他們的咖啡紗系列 咖啡紗的質料是有吸濕、吸臭、抗UV 抗菌、抗靜電的效能 穿上身是非常之舒服 而大家是否驚訝 為何會穿了一條裙來行山呢 不時不時 其實它是裙褲來的 看看 是不是很漂亮呢 另外因為今天我們去看瀑布 所以可能有機會濕到水 我就帶了這個防水背囊 16L 不會太大 剛剛好 是防水塗層的泥龍面 最後它行山不少的 當然是帽子 這頂是有UV50的防曬帽 我很喜歡這頂帽子的配色 霜面也可以戴 Blue Place在廣舊新界都有門市 而且在不同百貨公司都有專軌 好像一田、SOGO、鮮飾店等等 有興趣就去看看 現在我們就出發了 好快走前一點就會見到地圖 地圖很清晰地顯示了 我們今天去過四條瀑布的位置 由這裡出發 大概走25分鐘就會到達第一條瀑布 井底瀑布 不過其實在地圖位置的旁邊 已經很快地率先見到一條小瀑布了 瀑布的聲音實在太好聽了 加上風聲就像森林中的交響樂一樣 但現在就不作九流了 因為有更大的瀑布在等著我們 走了一會大家就會見到 一條小分岔路 右邊有一條路 這條路是上大帽山的 但我們今天去瀑布 所以記得不要走上去 所以我們是繼續直行的 由曼德縣開始走的這段山景 我覺得真的很舒服 涼賞了很多很多 和詳情都有遮蔭 我覺得是舒服的路線 但剛剛見到剛才都有人 疑似坐在那裡 有些中暑的徵兆 所以大家做些什麼都兩力而為 如果你真的沒有走上去的話 夏天就減少這麼多活動 留下秋天冬天才走 大家要知道 不同寨瀑布群分佈於 海拔300米到500米的高處 上落都多的 第二條瀑布 中瀑 第三條瀑布 主瀑的路程尤其陡峭 一會我會再展示給大家看 因為現在到了第一條瀑布 走了大約25分鐘 就會見到右邊 左邊有一個爐牌 拍著它 因為這條下去的路 就是我們第一條瀑布 正底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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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底瀑布隱藏在叢林之中 是樹冠覆蓋 有一種清幽神秘的感覺 正底瀑布大約5米高 是四個瀑布中最短的一個 目測這天的瀑布水量 就不算很多很澎湃 相信8至9月 雨季過後的晴天尼 就會更加澎湃 自身在瀑布前面 有一種很清涼很舒服的感覺 看完掌底瀑布 我們就上回路牌的位置 之後我們就沿著這條山路 繼續上 很快就會到第二個瀑布 很快真是多久 只需要多走五分鐘 就能夠到達第二條瀑布 中瀑了 中瀑比剛才的正底瀑 水量大很多 氣勢厲害很多 非常非常壯觀 它有大約20米高 而中瀑有名馬尾瀑 因為瀑布的流水集中在末段散開 就像馬尾一樣 來於急速流動的瀑布 牽動了旁邊的氣流 所以身在瀑布前面 會感覺到一股由上而下的冰涼感 直接鼠意全燒 觀慶提示 夏天出去戶外活動 一定要帶定充足的水份 每人最少要一粒 因為缺水真的很嚴重 看完第二條瀑布 中瀑 我們又回來 剛才那條小徑 繼續上去第三條瀑布 由中瀑上去第三條瀑布 主瀑的距離沒有剛才那麼近 是要再走二十五分鐘 還有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這段路相比之下 比較難走 比較斜 和比較窄 如果平時沒什麼走開山 和不想那麼辛苦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看完第二條瀑布 中瀑布就沿路折返 尤其現在這麼熱的天氣 真的要量力而為 小心點 鼓就記得要停下休息 喝一口水 終於都到了 走到腳遠了 漂亮 主瀑的位置位於海拔四百五十米 而整條主瀑是長大約三十米 是全香港最長、規模最大的瀑布 這裡四周的環境比剛才的瀑布大 而且有觀景台 可以在這裡慢慢休息、慢慢觀賞 我又想再說一次 身處瀑布四周的環境 真的很清涼、很舒服 是夏天難得感受到的 大自然清涼感覺 好棒啊 另外大家不用擔心 冬天來到的話 瀑布會沒有水 因為不同的瀑布是位於臨川河的上游 大霧山的東北邊 它是護集了大霧山北邊的水流 水流是中年不斷 就算幾個月沒下雨 瀑布也不會乾絡的 但記得下雨的時候 或者剛剛下雨之後 都不要接近瀑布 因為大霧山雨水充足 很容易會引起突如其來的山洪步法 非常之危險的 好 現在我們就要向最後一條瀑布 山花瀑布進化 大家認住 這個牌 我們就在這條牌的路徑上去 今次這條片 如無意外 就沒有航拍 因為這裡收得很差 飛不上去 安全體見就不選擇了 所以這次就沒有航拍看了 不要緊 很漂亮 用相機拍出來的效果 現在我們去最後一條瀑布 就是山花瀑布 這條路徑 其實是今年年初 才收拾好的道路 之前是很危險的一條路 很少人會上去 現在收拾好就安全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上去 這段路本身是有很多鬆散的石頭 曾經還發生過山泥傾瀉 非常之危險 但在去年 漁護柱就展開了工程 收拾好這段路 利用現場的石頭 以手作的方式 收好一條石級路 再加上鐵欄 令山景依然貼近自然風貌 但又不會那麼危險 來到這個位置 可能大家有點模糊 記得走右手邊的方向 轉上去好發就會見到 最後一條瀑布 山花瀑布 由主瀑布開始走過去 大約用了十分鐘的時間到達 山花瀑布是位於海拔大約五百米的高處 整條瀑布大約十米高 因為瀑布的水 就像散開的法師一樣流下來 所以就有山花瀑這個名稱 瀑布的水流就是這樣一直流下去 會一直流下下面的瀑布 然後到臨川河 最後流入套路港 這麼快就和大家看完四個瀑布 對我來說 今天令我最深刻的瀑布 是第二個瀑布 即是中瀑 因為中瀑的瀑布 是最有氣勢 最多流水的 雖然第三個瀑布 主瀑才是最長的瀑布 但今天主瀑的流水 大家都見到 不是很厲害 所以第二個瀑布 是另外最深刻 我就有個溫馨提示 其實雨季過後的瀑布 就會比較厲害 我現在來的這一刻 就是六月尾 味道最厲害的雨季 八九月才是 所以大家可能八九月的天晴日子 過來就會好些 就會見到最聞位的一刻 現在大家就看了我的影片 到時就拍一些厲害的照片給我看 現在我們就會沿路接返 其實如果大家還有體力 可以繼續上去 這裡有條路可以上去 四方亭和大帽山的方向 但是今天我們夠了 我們現在就決定沿路接返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的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走了 記得按讚 訂閱 按讚 apo 訂閱 訂閱 左